各位領教會平安 我是梁牧師 今天由我領大家一起祈禱 聖誕節快到了 聖誕再次提醒我們 基督降生與我們的關係 今天讓我們一起為 基督徒重要的紀念之日祈禱 慈愛主我們的天父 當我們想起基督 在第一個聖誕節晚上 降臨在我們破碎的世界時 是何等的奇妙和令人高興快樂 那時和平之君親自來到人間 正如很多年前 神祢在舊約所應許你的百姓一樣 為了祢賜給我們的兒子 耶穌基督我們感謝祢 當我們信靠祂的時候 平安的福音就在我們的心裏 並且改變了我們的生命 感謝耶穌基督 放下天上的榮耀 降生為我們而活 為我們而死 亦為我們復活 好結我們亦是重生而活 珍愛天父 基督的福音是榮耀的真理 是今日人需要的生命和光 對每一個人都是何等的重要 但聖誕節的故事 往往已經失去了 它對世界的影響力 這個世界已經忘記了聖誕的真理 很多人只是視聖誕節 是一個又可以炫耀燈飾 和大量購物的神話節日 原諒我們 主原諒我們在一年當中 這個時候經常表現出 我們遺忘的天性 在這個聖誕節期間 就用你的愛和憐憫去看待我們 提醒我們聖誕真正的意義 求你在我們的心中 重新燃點聖誕之光 使我們能夠做一次 將注意力集中在你卑微的降生 對每一個人真正的意義 讓我們重新思考 救贖的需要和你賜下的恩典 在面對分亂和艱難的 2020年結束之先 求主給所有你補血拯救的人 都能夠度過一個平安 有盼望和愉快的聖誕節 讓我們都能夠享受這個節日 奉耶穌基督的名祈禱 阿門 大型節目平安 今天是12月9日星期三 今天我們在靈修 會讀到啟示錄第九章 在啟示錄第九章 使徒約翰收到了從神而來的啟示 而這個啟示 亦都是和末後的災難有關 而這個災難是描述得非常之恐怖 其實在主耶穌在世的時候 祂亦都有預言過 耶路撒冷在主後七十年 所要遭受的災難 最近亦都看回一些描述當年 耶路撒冷被毀 在主後的七十年 當聖殿被毀 耶路撒冷被毀的時候 當時還住在世上的 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們所遭受的那些經歷 再看回文獻所記載 確實是非常之恐怖 和讓人覺得非常之害怕 但是在這個 這麼可怕的啟示當中 神亦都藉著使徒約翰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盼望 在第四節 祂說原來這些災難的臨度 祂說不可傷害地上草和各樣的清物 並一切樹木 唯獨要傷害 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感謝神 凡是信了主耶穌的 其實原來你都是有神印記的人 每一個 只要是 已經缺自相信主耶穌基督 做我們救主的 我們都領受了聖靈 都有聖靈入住在我們裡面 是一個神秘我們很特別的印記 入了這個印記 我們就能夠知道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盼望 就是無論我們的環境 遇到什麼的挑戰 痛苦 這些事情的臨度 原來 神是知道 也會特別保護 有祂印記的人 就好像啟示錄 雖然說到我末後的災難 是非常之的恐怖 但是當中 也都留給我們所有屬神的人一個盼望 就知道 無論我們遇到什麼的災難 神依然知道是誰是有一個印記的人 所以如果你今天 已經信了主 你身上已經有聖靈 有神的印記 為你獻上感恩 我們也都 在這個 接近 Christmas 的 這個 Season 我們也都違著 主耶穌當初 為了我們降生 成就了救恩 而今天 我們能夠 因為有神的印記 而得蒙神保守 愛戴 而能夠在一切的災難當中 得以蒙恩 獻上感恩 希望這段經文 能夠讓你帶給一些盼望 我們下次再見